好 洛克来到台湾也可以到各个景点走一走 带您来看到这是江西温泉远近驰名 但是近十年这温泉边冷了降了有十度 因此宜兰县政府现在决定要采取总量管制 从明年开始要管控着每天的出水量 按表收取水费四点五块钱 旅馆如果超收就要开罚 而现在温泉忘记也开跑 网友就票选出了前十大台湾最赞旅馆 一块来看 热腾腾的温泉冒着白烟 冷嗖嗖的天气 民众迫不及待跳下去泡汤 宜兰郊西每到假日总是有大批的游客 但是使用过度造成泉水温度hold不住 十年内总共降了十度 除了担心温泉变冷泉 也怕没有节制的乱抽水造成地层下陷 宜兰县政府决定寄出总量管制 从明年开始每天的出水量 限制在一万四千多吨 水费每吨4.5元 后年恢复到9块钱 温泉业者要申报温泉使用量 如果超充就开罚 是会用加温的 那是逼不得已的一个状况 开罚温泉便使用者付费 业者为了做生意只能乖乖配合 交信为了保住温泉箱名号 继平东线之后第二个实施总量管制 水温水味会不会有变化 温泉业者在短期内持观望态度 煮泡汤的旺季 各地也开始准备用在地的特色 抢占温泉上机 中天新闻李医生黄玄 一来报导